所以現在讓我們歡迎明居正明教授 把我們從兩岸政治這個角度來幫我們做分析 謝謝 首先謝謝主持人錦華教授 各位講者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自己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 我多年前念台大政治系 然後大一的時候我記得我開始看一本書 司馬遷的史記 很厚的一本書 那時候大頓領考剛完 然後小時候考上台大 想說既然要考上台大做人準備 所以我就挑了一本書來看 我就挑了史記來看 史記是文言文 那我還可以看得懂 但是我就記得有一段話呢 我想了很久 因為作者司馬遷說 他為什麼要寫史記呢 就希望說藉著過去這些事情呢 記錄下來之後能夠通天人之變 通天人之變 換句話說探討天道跟人理之間的關聯 當時我就記得我梅批 我用我看書喜歡寫梅批 我就問了一句話 我說 他所謂的天人之變究竟是什麼 那年我大一 讀了台大四年 可能我不夠努力 我沒有能夠理解這句話 然後後來扶完兵役之後就出國念書 我最後念書的學校呢 叫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翻成中文叫聖母大學 換句話說是一個天主教大學 那天主教呢它對宗教方面比較寬容 它並不要求人家一定要歸一天主教 那你信什麼教都可以 但是我們系上是有不少老師呢 是比較虔誠的教徒 我有老師進到教室之後 先用很銳利的眼光尋掃全班之後 然後把衣冠整理好 然後低下頭帶大家禱告 我是台灣來的 然後我跟這些西方宗教 基本上沒有關聯 所以我看過聖經靠的這些書 但一點關聯都沒有 也沒有歸於任何西方宗教 我還是比較正統的 在台灣的這些民間信仰 可是全部人都扶手貼著 然後低下頭 男人之間禱告 只有我一個應該是用 異教徒的眼光掃視全場 可是那個學校呢 因為是一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學校 所以我們的課堂上 然後在同學當中 在平常下課生活當中 我們會經常討論宗教問題 因為那是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學校 我們學校到處有教堂 到處可以去拜啊什麼等等 我進去看一看 轉一轉 就憑著觀光的心情就出來了 可是同學真的談著 談很多 我慢慢就發現 在西方文化當中呢 有白教跟黑教之分 白教就是我們熟悉的基督教 天主教 然後猶太教等等 或中正教等等 黑教呢 是外界沒有看不見的 他們自己叫做撒旦教 或是拜魔鬼教 這叫黑教 黑教在西方社會裡面 被一般人所憎恨 但是它真的是存活的 它真的是存活的 就在那氛圍下面 我才曉得說 原來西方文化還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那麼白教的目的是什麼呢 白教是要拯救人類的 黑教的目的是什麼呢 拜撒旦 撒旦是要毀滅人類的 撒旦跟天使 跟上帝講說 你要拯救人類 我叫它毀滅人類 那麼現在我們就講到馬克思了 馬克思呢 剛才前面幾位講者都很清楚講到 他最成名的著作 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 你若光讀《共產黨宣言》的文字的話 你認為它是一份悲天悯人的著作 因為它看起來是幫助被壓迫了 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去謀福利 去爭權力 可如果說你了解馬克思背後的話 你就曉得其實恐怖問題沒有那麼單純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剛剛說西方宗教有黑教跟白教之分 馬克思信的就是黑教 西方的學者呢 其實有人一直知道這件事情 就像剛才前面幾位講者說的 西方的社會裡面 左派思潮依然很澎湃 很雄厚 所以即便雙方有各種這樣的爭辯 但是馬克思背黑教這件事情 外界人知道並不是太多 現在我推薦一篇文章 請各位來的計劃寫下來 一篇文章叫做《馬克思成謀之路》 《馬克思成謀之路》 馬克思在他家書裡面 或者在跟朋友通信裡面 你可以看到兩種版本 一種版本就是他去跟別人討論哲學 討論什麼然後討論革命的事情 但有一批呢 他討論的是宗教的教義跟信仰的問題 他在裡面很明確講說 他跟父親寫信呢 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上這個課 年輕的時候呢 讀那個書呢 有點讀不太懂 因為背景差異很大 我記得我們那門課的老師呢 就要求我們讀馬克思書信集 書信集的一部分呢 是他跟父親的家書 我都不曉得他父親怎麼看得懂這些信 他給父親的家書裡面 用非常長的篇幅去討論他的宗教的理念 跟他對人世間的觀察什麼等等 非常哲學 非常抽象 但是呢信的末尾呢 不是每一封都如此 但是很多封信的末尾這樣寫的 孩兒最近錢又花完了 請父親接濟一二 雖然前面談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結果常常這樣 但我講的重點不在這兒 我知道各位很多父親感同身受 因為我看你笑得有點怪 我想講的是 他跟尤差跟父親講說 我脫去了一層外衣 然後原來的靈什麼都已經離開我了 一個新的靈進到我的身體裡面來 進到我躯壳裡面來 我充滿了仇恨 我要主宰這個世界 很清楚說他沉默的過程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馬克思是拜魔教的 那麼這個拜魔教的精神 跟美國的立國精神 是截然相反的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因為需要上很多這些課 所以常常跟同學討論 最後有一個老師就問說 你們曉得美國的立國精神是什麼 我們講說自由 民主 人權什麼 這老師搖搖頭笑一笑說不對 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宗教自由 大家想想看美國是怎麼來的 美國是十六七世紀 歐洲第一呢 經過了很多的大饑荒 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第二呢 教派林立 然後宗教迫害非常嚴重 所以在很多國家中的話 大家知道有獵巫運動啊 什麼等等對不對 那麼在宗教迫害非常嚴重的情況下 一些小的教派存活不下來 或者在有些國教 有些宗教被立為國教 不被立為國教的教派呢 受到迫害 這些受到迫害的教派 無存生之處 最後發現說了 美國有這麼快的地方 大家逃過來 所以逃過來之後 一方面呢是追求更好的農耕生活 另外一方面呢 是追求一個 宗教信仰的一個新天地 這才是美國真正立國精神 所以美國的立國精神 從宗教自由開始 推向了各種各樣的多元化 跟相互容忍 不管是種族的容忍 文化的容忍 語言的容忍或其他的容忍 那最後呢 就走到了最人權的注重 所以美國自己講說 我們因為出於對宗教自由的尊重 出於對人權的重視 我們天然反共 我們天然反共 所以這麼多年來 其實從1918年 蘇聯政權成立以來 美國就宣誓 我要反共 所以曾經出兵打過蘇聯 打了三四年之後 沒打出什麼結果 莫名其妙就退兵了 這個在外交史上是很奇怪的故事 不過畢竟美國宣誓 我是反共的 所以美國這麼多年來 也跟極權作戰 也跟不注重人權的國家去對抗 他是這麼來的 那麼這個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所以如果說 當然共產黨會講說 共產主義是世界潮流 他們講的話講了幾十年 甚至不敢說這個話了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看見 從世界各國這兩百年來發展經驗 已經清楚地展示 共產主義不但不是世界潮流 反而是一個世界的逆流 人類的反動 說起來 國民黨最應該了解這一點 國民黨在大陸上 跟共產黨鬥爭這麼多年 第一次合作 最後呢 被共產黨幾乎篡奪了北伐軍權 就是在過程上面 清共 然後反共 好了 那麼 清除共產黨之後 北伐非常順利 統一中國 然後開始建設中國 然後日本人來侵略了 沒有辦法了 第二次跟共產黨合作 共產黨說 我們來合作 所以發出了一個共赴國難宣言 共產黨沒有辦法 接下來了 接下來了之後 給了共產黨番號 給了這個良想 給了這個空缺 共產黨說 好 我來抗日 但共產黨在洛川會議上面 很明確講說 我們抗日不是真的 他是內部講 他說我們是一分抗日 兩分應付 七分發展 後面的結果各位很清楚了 八年抗戰之後 國民黨打造民窮財進 而共產黨打出了三百多萬的軍隊 共產黨自己說 我現在有十九個邊區政府 也就是我在中國境內 建立了十九個我的政權 我的政權有多大呢 我統治一億人民 中國當時總人口是四億五千萬 中共自己號稱 我可以統治一億 換成說統治四點五分之一 什麼叫統治 我可以征兵 我可以抽稅 我可以募工 征兵 抽稅 募工 就憑著這個本錢 就開始發動內戰 今天共產黨還說 內戰的第一槍是你們先開的 我只反問一句話 你當時手上有三百八十萬的軍隊 政府軍隊是四百二十萬 今天政府跟你講說 我永遠不開槍 你難道不會開第一槍嗎 而今天國民黨人說不出這句話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說國民黨人 最應該認識共產黨的 為什麼鬥爭幾十年之後 反而糊塗了呢 前一陣子被中共重戰 就講說 來 我們共修抗戰史 丟臉 抗戰史是人家發展的過程 是你在前面拋頭的灑熱血的過程 而你去跟一個賣國賊賣國政黨 共修抗戰史 自主中於何地 所以 今天我覺得台灣人 更應該看清楚這段歷史 更應該明白 我們過去走過什麼樣的道路 那麼以上呢 是國共在大陸爭鬥的時候 我們也簡單地回顧 那我們現在很快看一看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後 是不是走得更好 剛才李翔春博士已經很簡單地 幫我打了一個底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 簡單說呢 是一個殺人的歷史 今天大家講的話 聽起來覺得很奇怪 剛開始的時候 1949年到1952年 中共為了鞏固政權 推行個叫做五大運動 五大運動完了之後呢 就進行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完了之後呢 推行一五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推行完了之後呢 就開始推動這個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完了之後呢 就開始推動這個三面紅旗大躍進 三面紅旗大躍進 餓死了四五千萬人之後 然後就開始搞三自一包政策 三自一包政策兩年之後 開始搞文化大革命 剛才大家也講到了 文化大革命一搞搞了十年 文化大革命搞到無數的幹部呢 無數人容身打下台去受盡了屈辱 這才想清楚說這條路不能再走了 所以等著毛澤東去世 鄧小平回來改革 本來改革想往前走 可是一看到蘇聯東歐 開始發生動盪的時候 他又開始猶豫了 又開始後退了 又開始保命優先 所以共產黨從過去的國共鬥爭 到後來統治中國 其實對中華民族造成傷害是非常大的 剛才講是殺人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文化的部分 大家可能還不曉得 中共最早連中國的方塊字都要消滅了 五零年代的時候他們花了很大功夫 企圖把中文拉丁化 所以當時在國內開始嘗試拉丁化 找了一批語言學者 把漢語拉丁化 我有一個學者我不講名字了 他就自己編了一套符號 把所有方塊字拉丁化 然後拉丁化之後他想說 我看看能不能用 他就用這套自己發明的 叫拉丁語 拉丁中文 拉丁化中文寫日記 三個月之後他回頭讀不懂自己日記 真人真事後來放棄了 所以中共後來就放棄拉丁化 但是改走簡體化 簡體化經過兩次我們不多說了 但是現在是拉丁化跟簡體化並行 各位注意看 大家用大陸的字典 你必須用拉丁漢語拼音 你才能查到字 不像我們用部首 用什麼可以查不到 他也是查不到了 所以從這一步開始呢 他們想要逐步消滅中華文化 我們這話也不是亂講的 文革時候走到巔峰嘛 破四就立四星嘛 各位看見了 然後把儒家文化把什麼全部打光 大家常常講說 儒家文化在很早就被消滅了 不是 大家注意一下 在台灣現在還在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然後我們在考試還要考 大陸搞了這麼多年 這個非儒反儒之後 然後現在少數有幾個學者出來講儒家文化 大家說儒家文化回來了 我說沒有回來 我說沒有回來 怎麼樣才叫做儒家文化回來 當儒家文化重新回到課本教材裡面來 然後重新進入到教育體系 為全民所接受的時候才叫做儒家文化回來 一兩個人在談儒家 不叫儒家文化回來 孔子學院隨便搞了兩下子 出去 各位看到孔子學院的教材裡面 有講論語嗎 孔子學院教材裡面 有講大學孟子四書嗎 都沒有講 所以我常開玩笑 我說孔子學院 只是把孔子找來參加了共產黨 幫共產黨去服務罷了 所以孔子同志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呢 現在似乎有所轉機 也就是剛才前面一個講著講的 精神覺醒 什麼叫精神覺醒呢 當中國人被共產黨搞了這麼多年之後 一路走下來 慢慢有些人醒過來了 慢慢有些人覺得說 好像傳統文化有它的道理 好像傳統文化裡面 有它我們不能割捨的部分 好像傳統文化有我們 真正今天安身立命的基礎 那這話題我們等會再說 所以國共對立這麼多年 然後中共在大陸統治這麼多年 對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破壞很嚴重 那麼兩岸交流之後呢 兩岸交流的情況有沒有變得更好一些 我現在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各位 兩岸交流這麼多年之後 是我們對大陸影響越來越大呢 還是大陸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 我想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它應該是一個犬牙交錯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堅決相信傳統文化是對的話 那為什麼不是很明顯的中華文化籠罩大陸 然後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經驗籠罩大陸 而是現在越來越多相信說 好像一黨專政也可以接受呢 是不是這樣 我們難道不應該很深刻的問問我們自己 在兩岸交流過程當中 究竟誰影響了誰 在兩岸交流當中究竟誰應該影響誰 我們不是更應該問這個問題嗎 那麼兩岸交流之後 中共很高興 因為過去花了幾十年想要滲透台灣 沒有機會滲透 現在兩岸交流可以滲透了 所以他們非常精心地研究了台灣的各個方面 然後很詳細地研究對付台灣的策略 它的目的是什麼 吞併台灣嘛 吞併台灣 我整理一下我發現 中共對付台灣呢 大概有兩大策略 第一個叫破 第二個叫利 我先說破什麼 第一 在破的方面 破台灣的經濟 破台灣的政治 跟破台灣社會 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經濟學校站在底下 坐在底下我不敢說太多 簡單說 吸納台灣產業 掏空台灣經濟 發生了 這個在二十多年前兩岸開始交流的時候 我們已經非常嚴厲地警告過政府 我們說不是不可以跟大陸交流 不是不可以跟大陸做生意 而不是這樣做法 我們說走到最後 最後就搞到中共可以 以商逼政 以民逼關 我再說一遍 以商逼政 以民逼關 台灣現在是不是走到這一步了 這經濟的部分 第二是政治的部分 大家都曉得台灣原來最驕傲的是我們的政治 可中共在文宣上面 在媒體上面想盡辦法 打擊我們的民主政治 最後只講兩點 第一 民主政治會亂 第二 民主政治沒有效率 我只反問一句 對 在一黨專政之下 當然不會亂 一黨專政沒人敢反抗你 看起來當然很有效率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 當年就是在一黨專政之下 釀成了文化大革命 釀成了三面紅旗大革命 造成了幾千萬人的死亡 這也是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是有效率 但當它犯錯的時候 它的錯誤是民主政治 絕對不可能犯到的規模 民主政治或許沒有效率 但民主政治絕對不會犯下 這麼滔天的罪惡 這是破的部分 利益的部分呢 利益什麼呢 利益他自己 所以這麼多年來 一直在宣傳中國崛起 那麼在講中國崛起的時候 國際上非常擔心 所以後來因為我們的專業 經常跟大陸學者來往 所以他們來了這邊就跟我們講 我們說你們不講中國崛起了 到現在我們該講和平崛起 我們說是這麼回事 然後害怕我們聽不懂 就特別跟我們解釋一下說 和平是講給外國人聽的 崛起是講給咱們中國人聽的 真人真事 和平是講給外國人聽的 崛起是講給咱們中國人聽的 所以內心想的是什麼 崛起 所以第一 它的利就是中國崛起了 第二 言外之意就是 中國為什麼能崛起呢 中國被共產黨統治 被共產黨領導才崛起了 所以要宣傳它的正確 它的強而有力 這是它的利的部分 現在利益的最新的東西 就是各位曉得的 會台三席一項 那我知道在座有些商界朋友 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很快地說一下 川普在上台之後 剛剛前面幾位講者提到 川普在上台之後 他的第一個目標 是要重新提振美國經濟 他採取的措施呢 分別是減稅加息跟縮表 我就不詳細說了 簡單地說 減稅加息縮表 第一 會把在外國生產經營的美國公司 特別是大家的公司 拉回美國來生產 第二 你美國公司在外國存著錢 拉回美國去之後 可以享受更高的利息 所以這樣導致結果就是 有許多大商家 大公司 大集團 甚至產業鏈 會從國外移出 移回美國去 當這些公司移進美國的時候 產生兩個效應 第一 資本會回來 第二 人才會流進來 那請問各位 資本跟人才 大部分會從哪邊流出來 從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看見直接的效果就是 中國大陸經濟會下滑 當然不是馬上的效果 它慢慢會發現這個效應 然後減稅加息的後面的效果就是 我不詳細推論了 大陸會造成錢荒 錢荒帶來什麼後果呢 大陸會沒有錢可以用 銀行的錢也不夠用 民間的錢也不夠用 這現象我們已經看到了 所以中共已經從 川普的政策裡面 看見對他經濟 社會 政治帶來的衝擊 他因應的策略 就想說 我要想辦法從外面 拿一批錢跟拿一批人才來填補 即將地離開我的錢跟人才 想來想去 哪些人最好騙 台灣最好騙 所以會台三十一項政策這樣推出來了 很多人就趨之若無就過去了 所以我就出來演講 我就講 我說跟台商說 我說你現在呢 要被剝兩次皮 第一次你到大陸去 去填人家的錢坑 第二次 當川普要打這產業的時候 你會被打 這是我們回應 會台三十一項 最主要打的這個獎量的東西 所以川普對中共的政策呢 除了這些項目之外 我回到原來立國精神 川普的個人作風 可能各位很多的保留 我也有很多保留 可是川普的政策方向非常明確的 川普的政策方向 最後要解決共產主義 這件事情我跟美方那些高級的人員 交換過意見 我說你們真的想要解決中共 他說當然是 我說你們認為你們解決 我當然曉得可以 但我還是要問一下 我說那你們怎麼做呢 他說這個事情我不能詳細告訴你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很有信心 我就想知道說 我說那你們信心怎麼來 他說很簡單 從1989到1990 到1991三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先後把八個共產政權搞垮了 對比十個共產政權搞垮了 波蘭 匈牙利 東德 捷克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阿爾巴尼亞 南斯拉夫 蘇聯跟蒙古 十個共產政權先後給我搞垮 蘇聯比中共強大多少倍 如果蘇聯搞垮的話 憑什麼我搞不垮了中共 這是川普今天的想法 好 現在我們差不多可以做結論了 所以我剛剛說了半天 我在說什麼呢 我在說第一 共產主義它原來就從一個拜魔教的人 所發展出來一套思想 所以它背後就蘊涵了這些東西 第二 作為華人來說 國民黨過去有跟共產黨這麼多年爭鬥經驗 它最應該曉得共產主義的邪惡 你更應該做出正確的選擇 第三 我們剛才講了 中共統治中國這麼多年 第一 摧毀了中華文化 第二 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 剛才前面人也都論述過了 兩岸交流下來到今天 我們似乎更應該採取主動 我們應該來影響他們 而不是讓他們來影響我們 所以現在我想走到了一個時刻 這個時刻 就剛才前面幾位講者提到了 它是一個歷史性的選擇的時刻 現在這個時刻 我個人認識就是 我們台灣人要怎麼選 全世界人要怎麼選 你是選擇一個貌似強大 然後蒸蒸日上的中國大陸 還是選擇一個 連看起來非常弱 但是在道德上面 卻站在至高點上的一個信念 你選擇什麼 那現在可以回到司馬遷了 我開頭就說 我在大一的時候呢 讀司馬遷 我搞不懂天人之際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慢慢明白了 司馬遷的意思就是 政治是有它的道理在背後的 而政治的自亂循環背後的道理是什麼呢 在於天命 而天命在哪裡呢 天命在道德 一旦有了道德 這個政治 這個政體可以順利運作 可以繁榮昌盛 一旦失德 天下會大亂 這個經驗 古今中外 都已經反覆印證過了 我再說一次 今天這個選擇 在您我面前 在您我手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